我如何引导他呢?我示范一下,大家可以操练一下 我会问,你觉得这些意念是否出于圣经呢? 或者说你有这些软弱,你觉得耶稣会怎样看呢? 你有什么可以做?耶稣会说,不要紧,我会卸面你了 你怎样可以,或者可以问他,这些意念怎样出现? 怎样可以去提升?怎样可以去化解? 就是用个问题,用个问题就好过,辅导是最好用问题的 就是,怎样几个问题的,第一,你在这个现状,你觉得有没有受影响? 你觉得是否辛苦?你想想离开这个问题?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 你那些方法有没有效?你有没有试过有没有效? 你想试一些其他的方法? 你信不信信耶稣可以帮到你? 你觉得耶稣有这些困难? 但是耶稣怎样帮到你呢?可以怎样帮到你呢? 你有没有试过给耶稣帮呢? 这个都需要智慧去操练的,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去接触人了 是用引导的方法 可能你们接触一些人,他灵命很弱,我怎样提升他呢? 这一点是我们可以操练的 你可以先问一下问题 如果你不明白,你怎样问法呢? 你可以问我再示范 为什么我会用引导呢? 因为在我们群体中间,也有时有人跟我说 有个人跟我说话,他就说 你都没有听话,你不能依靠神的,你整天都这样 但是那个人不知道的 他以为我跟了耶稣的方法 我不是这样的方法 我不是一直去捉住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会聆听,我会回应他 也不只是吩咐他的 也不会指责 他就以为他在做我吩咐的事 这个是… 其实开倒车 什么叫开倒车呢? 我们在帮这个人 本来也挺好的 谁知道他跟他说了几句话 这个人就被激倒了 即是打倒了 因为被他说完,受伤害 所以我们第一点学习就是 伤害是带来负面的影响 比以前更坏 我都试过 是最近的 我想跟他分享一些东西 然后他又说 你又说怎样怎样 牧师有没有这样说 我说 我说 你这么吵的? 那我们就不要说了 我说 我想跟你分享一些东西 你不应该这么吵的 你这么吵的 我怎样跟你说下去 接着他就开始收一收 OK,那我又问你了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讲更加柔和 大家一起想一想 你之前讲的都好的 是好的 就是因为你不是那种反击 那种 但是你那个方式 都可以再柔和一些 我觉得可能 他其实有些东西 在冲击着他 可能你关心他的后面 究竟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不到你这么不关心的 他干锅好吃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方法来的 就是说你关心他的事 可以怎么说呢 似乎你今天都有一些 有些不开心 有没有什么 令你不开心呢 不过在那个情况 可能他都未曾 不会回应到我们 那可以怎么说呢 我想大家 因为 其实是这样的 我会这样说的 当你遇见一个情况 是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立刻用自然反应回应 一定想一想 我用什么方法 问是最好的 我现在示范一下 你可以这样去说的 就是他说你 你再说一次 他说你什么 义木斯有没有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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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不是又说 神要你休息的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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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然后我就说他很吵 其实这个是第二次的 我通常第一次呢 我就不作任何回应 如果他第二次第三次 都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 会回应回他 OK 接着他就知道他自己 吵得太 接着就 就会冷静下来听我说 OK 就谈了一下 好 那我们尽量去想 可以这样问 这些人法是 再游和一点的 你觉得你 赵先生说上的 义气是怎样的 你觉得 就是用过 就是不像定了他的罪 就是 为什么你今天这么粗 这样的时候呢 你今天这么粗 就是指出他一个错 但是你觉得 你 譬如说你觉得 你赵先生的义气是怎样的 或者你觉得 就是我有什么不像义木斯 你告诉我 就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就是 他说 叶木斯 有没有说 怎样的 我说 叶木斯 一向都不说人的 哈哈哈哈 接着他就好像 静默起来 其实 每次打电话 几乎他都是这样的 但是表面上 跟他一起聊天 有没有事情 是的 我知道他干活性不赚的 哈哈哈哈 这个求止帮助我们 就是知道 总之 我们需要想一想的 想一想 就是 我有些什么做得不对 你告诉我 可以这个方法 都是一个好方法 你可以告诉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对方 如果被我 不要用 你今天这么吵 因为这个字 是有一个 子责 因为他觉得我不是吵 是你的问题 他就会有重格做 而是说 好的 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可以改善 他一定会回应 但是他可能 想不出有些什么 事情的时候 也就是他自己 说不出 或者他说得出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说 好啊 我留意 你都可以 那时候 你就问他 你觉得你说说话的语气 怎样呢 跟人说话的语气 有什么效果呢 这个就是引导他 但是有些人 他硬颈到 是不会听的 那你就衡量 是不是去帮他 这个下一步是帮他的 这个是需要衡量的 我刚刚听的说话 两次都是这样说 其实他已经是表明了 是不是表明了立场 他是相信叶牧师说的东西 多过叶牧师 他很容易吵大 是很吵的 你说他就是相信叶牧师说的 有些人是觉得 那个是拳并 我会听 有些人我不听 其实他说两次 他都会这样说 我就好像接到他 他其实已经表明了立场 我不想听他说的 我想听叶牧师说的 会不会去到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有个界线 你不可能去帮他 关心他都说可以 就是做朋友 是吧 就是你不要教他 是啊 有时有些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这个材主帮你的智慧 到底当时你是回应他的说话 还是 我想和他分享一些东西 但是他其实 很多时候他都 猛猛猛猛的 但是有些人会更容易令你情 有些人都会有 有些人是要听权威的 比如你说什么 他什么都很好 但是其他那些人说的 他未必会接受 他是一种很不耐烦的那种感觉 正常你分享都很正常 他喜欢听什么 就算我打开YouTube 我都会选自己听 对 他觉得别人打电话 那些位置可能他不喜欢听 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又会这样衡量 如果那个人都是这样的 那你又要衡量 你的分享 对他来说 可能他不会接受 可能 如果你只是影响那个人 是用另一个方法 他都知道的 他都知道那个情况 不过有些事情 在这里不能说 OK 我和他一起服侍 他都知道的 知道有那个情况在那裡 但是他那时候跟我说 都是猛猛猛猛的 他是这样的性格 OK 那我也会这样说的 如果你发现有人 是常常都猛猛猛 你只要告诉我 让我去处理一下 好 免得那些事情 重复发生 就变成了 就是我们做了建立 跟着又拆位 所以我想大家留意 就是我们怎样能够 正面建立人 而不是去拆位 这次有点兴趣的 他也会有点兴趣的 这次有点兴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